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天使对他说 玛丽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谋康了 你要怀孕生日 可以给他请你叫耶稣 玛丽亚对天使说 我又还没出家 怎么会有这事吗 天使回答说 圣明要灵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对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因为处于神的话 没有一具不代能力的 玛丽亚说 我是主的使礼 宁愿照你的话 神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与他去了 第二步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 以玛内利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丽亚 已经许配和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丽亚就从圣灵 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 想要暗暗地把他羞了 正思想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 向他在梦中显现说 大魏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 你尽管去娶你的妻子 玛丽亚过来 他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他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 叫耶稣 他要救自己的子民 出凶恶 这一切的一切要议念 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必有同理 人们要通过的名为 以玛内利 以玛内利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 起来 就 叫着主耶稣的吩咐 把妻子请过来 玛丽亚 我们去伯利人吗 没有开始 没有开始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萨勒城上犹太去 到了大魏的城名叫伯利尔 因他本是大魏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心玛丽亚 一同报名上策 他会说 我们来说 他就在这边 我可以说 我给你一位 我可以吃 他就在这边 那边 你 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你 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你 我可以吃 不要 在馬巢嗎?沒有 那裡有一個馬巢,他們可以住,還可以賺錢 我們今天晚上讓他們住吧 好 在這裡 因為客棧沒有房間,所以他們要站住在馬巢 那時馬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 他們在那裡的時候,馬利亞的產孕到了 就生了投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巢裡 這是馬巢 他除了一隻,被中國花走了 他就生了 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坟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这个是们 那是在来当猶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到他的心 特来拜他 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和穷的人也都不安 你们去仔细寻找那个婴孩寻到了 回来告诉我好去拜他 犹大的弟国立衡啊 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羊和以色列人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心忽然在他们的前头 执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头前住了 那么看见那心就大大起了 寄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 就虎不败那小孩子 打开宝盒 拿出黄酒 乳香 莫药 为礼物献给他 博士平在梦中被主 指示不要回去见西律 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因为有没有钱 对吗 我们吃了所有的钱 我们吃了所有的钱 我们吃了所有的巧克力 我们吃了所有的巧克力 来回来 对我们吃了 对我们吃了 社交平会 有点快乐 有点快乐 我们下期待 第五步 野地里的牧羊人 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主要去看文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你因今天在大魏的城里 为你们生的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阴台保者部 卧在哪朝里 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师 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彼此说 我们往伯利恒去 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 他们急忙去了 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 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 既然看见 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胎了 请不吝点赞美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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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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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睡觉 一二三 敬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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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